土耳其古堡艺术家首次来台湾举办个人水彩画展 六十幅画作中带我们看见为在欧亚大陆之间的土耳其 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神秘色彩 这一次画展艺术家特别选用南投普里职场的手工纸 还有中国水墨画作呈现土耳其的人文风景 十七世纪新建的耶尼清真寺 耸立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 艺术家欧斯·厄斯克将童年记忆中的渔船融入其中 这是艺术家眼中最美的风景 土耳其国报艺术家欧斯·厄斯克首次来台展出六十幅传统水彩画作 呈现土耳其城市的神秘风貌 从他的画笔看见当地的日常生活以及自然美景 艺术家还特别选用台湾普里职场的手工纸 这种纸特别吸水 他不只使用水彩颜料也融合东方的水墨 像是这幅画下伊斯坦堡旧街的日常风光 土耳其风情画展从一幅幅精致的水彩画中看见欧亚大陆之间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土耳其风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